外傭居港權上訴案在終審法院審建 押後裁決 聆訊最後一天 代表政府的御用大律師彭力克說 人大常委1999年釋法時 採納96年特區籌委會有關居港權的意見 包括雙非兒童及外傭的情況 雖然是附帶資料 不是釋法的一部分 但法庭有疑問可以選擇參考 他又提到在01年 終審法院決定不採納酬委會意見 判莊峰原勝訴 之後兩天 人大法公委發表聲明 認為本港法院判案 與釋法內容不盡一致 而人大常委的解釋權有凌駕性 因此法院在處理相關案件時 有疑問 有責任提請人大澄清 首席法官馬道立提出疑問 說當需要釋法時 法庭會服從人大的解釋 但當無需要解釋 法庭是否根本沒有著情權去看這些資料 法官陳兆可亦問 法庭對基本法條文沒有移民的話 是否無需理會資料 彭力克表示同意 但提醒如果人大常委不認同 是有機會要求法院重新考慮 外傭代表認為 01年人大法公委的聲明 只是法公委的意見 如果納入考慮 與法庭一貫的做法不相符 而代表我容一方的律師就重申 反對終審法院就本案提請人大釋法 認為這樣做不合理也不合法 不明法官將案件押後裁決 無線電視機 正在尖前明不得